中华软协沈博言理事长 中华软协的李坚士们 各位资讯服务业的代表 各位贵宾媒体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唐凤 很高兴受邀参加 2022资讯服务产业白皮书 发表即资安长联谊会成立记者会 我想在推动数位产业的发展上 政府跟所有业者是伙伴关系 我们要共同努力 所以非常高兴可以看到 中华软协集结李坚士 还有专家顾问撰你这本白皮书 对政府提出数位产业 未来发展的愿景和目标 而且成立了资安长联谊会 来促进企业永续经营 还有产业资安联防 数位发展部在8月27号挂牌成立 我们致力于运用数位工具 来达到核心理念 也就是全民数位韧性 数位部从社会共融 产业转型 应变韧性这三个层面 来建构全民数位韧性的基础 政府当然要强化 我们自身的应变能力 才能因应突发的挑战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会持续打造数位建设 让全民都可以守望相助 建立社会韧性 同样不可或缺的 我们也会持续推动产业的数位转型 由资幅产业来驱动 发展各种创新的解决方案 带动各行各业新一波的成长 也很高兴看到在省理市长 跟中央研究院李德才院士的号召下 中华软协成立了资安长联谊会 共同合作推动产业的资安主管 交流建言媒合推广服务 这些相关工作 资安是建构数位韧性的核心 也是数位部的重要任务 健全的资安环境 是数位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 未来我们会持续跟中华软协 资安长联谊会合作 共同推动资安政策跟法规 协助产业来达到资安联防的重要目标 中华软协在2022资讯服务产业白皮书当中 提出了建立数位强国 促进数位平权 加速数位转型 强化资安防护 以及兆元数位服务 这五大战略目标 每个跟数位部的政策 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在此我想感谢中华软协的全体会员 对于台湾数位发展的投入和付出 数位部的英文简称是Moda 我们期许自己成为台湾的马达 担任踩油门的角色 这个我们责无庞贷 所以我想再次感谢各位产业先进 也让我们一起合作前进 祝福今天的活动 一切顺利 大家Live Long and Prosper 会いきます